我都要流口水啦 今天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时刻 因为我又要来吃如稀河啦 这在我心中是高点阅的天花板 然后看一下我今天要尝的是什么 他们家的新品 榴莲泡芙 最近他们家出了很多榴莲有关的东西 一定要尝一下 打开就有一股淡淡的榴莲味 没有那么浓郁 然后拿一个尝一下 泡芙的形状 外面嘛不用多说就是味 主要是里面那个酱 看它那个味道怎么样 好汁的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 放到冰箱里的感觉 肯定会很好 因为它冰过了之后 这个汁应该就不会流的那么厉害 就流心的那种状态 看一下 里面那个榴莲酱非常的多 必须得这样子接着呢 而且这个酱的味道 确实特别榴莲 就感觉会有点稀 有点点榴莲味的吸奶油的感觉 真是好好吃 上头上头 感觉中间那一摊就像榴莲奶油一样 再加再加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榴莲饼 榴莲饼我之前吃过 但我忘了什么味道了 比较小个头 我比较喜欢小一点这样子 不至于吃特别大个 掰开 看一下里面的夹心 它里面榴莲夹心还算是比较多的 然后奶香味还是蛮浓的 相对来说的话 这榴莲饼会偏甜一点 榴莲泡 就没有前面的榴莲泡芙的味道浓了 然后里面应该是会有一些榴莲的果肉 有点甜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